说不世界吗 我不玩 但是我听说过 就听说过这么一款游戏 好像是一款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这曾经风靡一时非常火 错了不是 错了不是 我没说游戏 我说的是电影 你还过过看电影呢 那你不说清楚 电影我就更知道了 邓肯琼斯知道的 对吧 管没难住你 没错 在已经开幕的圣地亚哥 San Diego动漫节上 片方的首度放出了魔兽世界真人版电影的概念 预告片 对 这个预告片时长仅为30秒 其中包含了实景和电脑特效 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视频开场 展现的就是在闪耀着绿光的天空之下 一名阴山蓝绿 身着盔甲的男性人类骑士 走在疑似地域火半岛的沙漠当中 随后他喝完了一瓶水 并从背上抽出了一柄大剑 剑柄和剑身上覆盖着龙头标志 骑士环顾四周 看见了不远处一名死去的战士 盔甲之中只剩下一堆白骨 他走过去 捡起面有着尸头标记的联盟盾牌 然后用剑击打这面盾牌 此时镜头拉远 屏幕中出现了一只绿皮兽人的背影 他手握一柄巨大的战锤 两人同时向对方冲过去 短兵相接 随后出现了魔兽世界 真人电影的logo 其实本来挺生动的 可能让我们俩这么干巴巴的一念吧 感觉差了点 这都练老黑紧了 我就发现巨人喝瓶水 我都要练完喝瓶水了 没办法 谁叫那个当天现场不允许媒体拍照呢 官方也不准对外外界公布这段视频 所以我们把知道的信息 就这么用我们的口条传递给大伙了 就是说他不让我们看 所以我们只能说了 大家会有想象吧 其实对于这部电影 可能众多游戏玩家们还是很期待的 我们先来说导演邓肯琼斯 他为外界认作是当今最具潜力的导演之一 最擅长打造结构精巧的故事架构 低成本的电影月球还有原代码 都是他的经典作品 另外曾经作为少年派的 期划漂流的视觉特效总监 而获得奥斯卡奖的 比尔·威斯·登霍佛 也已经介绍到片方的邀请 参与到电影的视觉工作当中 对 其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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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